追求新闻 大家好 大家好 愈讲愈有你 我是石头 今天的节目是我们的课论员 骆桥女士的路骑佬 你好 大家好 今天讲讲中国大陆的疫情 现在看到了中国大陆的疫情 又开始兴起了 而且不是小事 已经是延续了几个月 现在是愈演愈烈 尤其是大城市 这个情况其实是很多三甲医院 最好的医院在每一个地区的最好的医院都爆了 在这个情况下其实都令到大家都很担心 加上现在刚好过年过节的时间来临 美国这边都说要开放更多的线路和中国大陆的来往 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突然之间对着欧洲方面 又是单方面的单免签证这个规定 令到大家担心会不会之前的COVID-19又会重演 今天请露桀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不明的肺炎 现在我们姑且就这么说 因为实在都是复杂的 它是从中国的北方开始的 是从小孩子开始 现在来说仍然的重症病人是小孩子 但是已经是蔓延到成年人了 刚才说清楚了 周围都是各地的医院人满围患 很多瘦子是出现了白肺 听说有五岁的瘦子都要上呼吸机 也都有死亡的病例 现在开始听到了 先说北京 因为北京是最开始的 北京儿童医院的门诊部主任他叫李怡川 他就跟媒体那里说 他说现在医院内科每日平均接受的患者是超过7000人的 远远超过医院的承载能力 有人也都说 北京儿童医院在新冠疫情期间 小孩子的挂号也只不过是几百而已 不是说好像现在这么恐怖的 北京现在是重启方瘡医院的 大家一听 重启方瘡医院心里面就有数了 如果不严重是不会重启方瘡医院的 除了北京之外 天津、大连、上海、深圳、杭州这些一线的城市 再加上辽宁、吉林的一些城市的情况都差不多 天津儿童医院他说他单日门诊 就已经突破1万人 你说一间医院他每天的门诊有一万人 怎么可能是贫瘫崩溃呢 所以很多其他的科 比如骨科、腐科 都改成这个呼吸科 很多学校和幼儿院都停货 传出来上海一天就有40万人感染 不过这个消息是没有得到证实 是那些人传出来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大陆 空月来风都不是说没因的 大家先听一听 这次疫情除了专业发生在小孩身上之外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很多传染病混合了一堆大集会 现在来说我们听到的所有的资源体 核包病毒、腺病毒、甲乳流感、新冠 手足口病这些病毒是一个大集会 互相之间又互相传染 一个人身体里面可能有五种的这些病毒同时存在 所以听起来其实都相当恐怖 后头中共就一直都否认不出声或者不报道 但是情况实在太严重 中国国务院都被迫发通知 即是说这些叠加传染病大概就会延到去春季 现在只是11月就去到春季 春季看你怎样去定义 三月都还可以是春季的 就说这些疫情会有反弹的风险 病情就是会有发高烧这种情况 但是很多人就不信中国大陆 怎么会信他 你国务院出来说 大家都觉得有太多的问题 没有办法有答案 因为有很多的兽子他表面上好像是呼吸病 或者是所谓的肺炎 但是他是情阳性的 如果他是测试的话是情阳性的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没有人知道 就疫情而言 中国有事等于世界有事 这个是因为COVID-19 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相信的 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只要中国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有可能 好像去到2020年初的情况 全世界都这样 现在全世界的监测的机构 世卫 还有全球的一些其他的健康的 一些研究的地方 和全球媒体都是全方位地注视 我们在媒体方面 已经看到通讯社全部都是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报道 问题是我们看到了世卫 都叫中共交出的数据 但是中共都说没事的 第一个最醒目的 就是一个监测全球疾病爆发的机构 它英文叫Promat 中文就疫情新发疾病监测计划 他在上个星期已经连续两天提出警告 说在中国的儿童里面爆发了不明的呼吸道疾病 他说这种不明的肺炎 和中共官方所称的肺炎资源体是不一样的 就是不信中共 那什么叫肺炎资源体呢 其实这种资源体是一种很普通的细菌感染 通常就会影响儿童的 那就是中共是将它淡化成一种 整天都会发生的 整天都会发生在小孩身上的细菌感染 但是这个Promat是不觉得是这样一回事 这个Promat是非常之厉害的 它是最早发现SARS的 它也是最早发现一个叫做中东呼吸症候群MERS MERS它最早发现 它也是在COVID爆发的时候 最早讲这件事的机构之一 在2019年的12月 已经对全球发出了这个新冠肺炎爆发的警暴 并且就说这个呼吸疾病 已经是在武汉卷值全市了 那就是它是非常之鲜的 它是一个监测机构 那今次世卫醒目了一点点 大家都知道世卫上次COVID-19 就因为和中共合在一起隐瞞疫情 搞到大家对它一点都不相信 它在过去四年里面 仍然大家对它有存疑 那今次它就比较小心一点 那在这个Promat发出预告之后 它就在22日正式要求中共提供 所有有关这个病原体的情况 又要说出以同这个肺炎的任何的有关信息 以及中国政府的医疗系统 究竟能不能够应付 如果不能够应付 是到了什么地步 就是这样 那么世卫也都说 现在从中国官方得到的信息太少 根本没有办法去适当地去评估这些病 究竟是到了什么地步 有什么风险 所以世卫自己是透过自己在中国的技术 合作伙伴和他们的联络网 就希望能够接触到 就是中国的临床医学专家和科学家 不过一般都认为 如果世卫要靠中国的科学家 要靠他们的医生的话 就难很多了 因为这些科学家和医生 肯定现在已经被中共操控着了 不准他们乱说话了 那么世卫的建议就很简单 他说大家在中国大陆有这样的情况 面对这样的情况 接受疫苗 保持社交距离 戴口罩 也都只能够是这样去建议了 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 人家又不肯跟你配合 对方又不讲真话 那么你除了是给这些这样的建议之外 你还能够做些什么呢 其实很多的新流感病毒株 它在大流行之前 都是用一种呼吸道疾病群 这样的形式出现的 说起来就说 不知道它是哪种 不过它是一个呼吸道的疾病群 或者症候群 SARS是这样 COVID-19又是这样 所以一说到不明原因的肺炎的时候 大家就真的可以说是 就是直接是鼠起这个国 究竟是不是又来过呢 中共的解释就说 现在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其实是跟取消新冠病毒疫情的防疫有关 他说在全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 你一旦取消新冠病毒的防疫 这种措施的话 那这种病例就会增加的了 他就是这样的解释 我发觉在西方的媒体 特别的左媒里面 是完全不加以解释 采用了中共的这种这样的说法 就叫那些人不用太过害怕 就是西方的人 不用太害怕 不需要就过到在那里反应 那我觉得这样做法 是不是对西方的读者是公平呢 因为现在来说 你叫他们不害怕是没可能的 一听到没有人不害怕的 你叫他们不要过度反应 什么叫过度反应 过度反应就是这件事不存在 你就认为它存在 所以你过度反应 但是中国大陆已经爆发到这样的情况 爆发到连他们的国务议 都不能够不出来说几句话 那西方的人是不是应该 今次不要好像2020年初那时候 梦查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完全自己也不知道去做些什么 所以我觉得现在西方的媒体 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希望他们正确一点 这样去将这件事 去跟这个读者去沟通 不过就世界上所有的 可以说所有的健康机构 或者健康政府的研究的机构 是一种非常之高度警觉的状态 这次台湾似乎反应很快 台湾的福威部的疾病管理处 已经25号宣布 机场全面戒备 也都要台湾的所有的医疗部门 留意病患者 是不是曾经去过中国 日本也都采取了很多的设施 香港我就知道港府已经通知了 学校有这种事 但是会不会是真正如实 把情况说出来呢 港媒又是会用什么方式 将这件事去报导呢 我希望在香港的我们的网友 可以如果有可能的话 跟我们通通信息 因为你们得到的是第一手资料 而我们是要看报导 才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事 那么就美国驻日本大使 这位Ram Emanuel 他以前说话很大胆的 他今次就在社群平台 X平台里面就又说话了 他就说中共的肺炎爆发 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他说WHO已经是在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了 他说现在中共最好就放弃以往的欺骗 以及延迟的这些做法了 用透明和及时的讯息 是可以挽救生命的 那么他说得白一点 他说得清楚一点 那么我想全世界的政府 现在真的是高度这样的注视 因为曾经被骗过一次 被傻过一次 这次不可以重蹈覆车 因为后果实在太大了 那么在今年的11月1号 就是三个礼拜之前 中共就是取消了 过境者要强制的 卫生申报措施的 就是你不需要再报 申报自己有没有打报 针啊什么都不用 另外就刚才石头都提过了 给六个国家 就是15天就免签证的 有五个就是欧洲国家 就是法国得过荷兰西班牙 还有意大利 再加一个马来西亚 那么这些国家入到来 是不需要15天就不需要签证 这个是习近平对欧洲的示好 至于马来西亚就自己人 马来西亚也都不需要 要中共做这件事 所以中共后途暴力 也都是这么做 但是现在圣诞节 和这个中国新年就到了 红密新年就到了 在海外有很多人 有很多年没回过大陆的 他们真的很着弱 都说今年一定要回的 终于等了这么久 今年就是机票又有了 也都是时间又有了 因为放假 所以带一些兽子回去 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 怎么回得去呢 如果敢回去那些 会不会又好像四年前 回来自己的原籍国 加拿大、美国、哪里都好 将菌带回来 各个都在问这个问题 如果他们真的懂得这样 自己问的话 我们都有些恩惠 最怕他们是不懂得自己问 大件事了 为了一己知识的话 这件事是最大件事的 那么中共会不会 今次在农历新年期间 又放几十万人 去全世界各地 等他们将这个病毒 扩散到全球呢 现在我们个人 都见过一次 也都不能够怪 离开中国大陆 去其他地方玩的人 当时他们都不知道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 这个故事会不会是重演呢 大家都在那里问好 我相信各国的政府和移民局都在加紧 这样监控仕住 因为四年来真是 说来说去都是一场恶目 真是想起都打冷阵 我昨天和一些朋友聊天 他们就跟我说 是想起都打冷阵 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在中国大陆来的那些网友 都很多的反应 有个网友就说 他说 北京这些学校呢 今天已经收到 这个中共给他们的警告了 就是原因就说 上报的发烧学生人数太多了 解决的方法呢 就是你不要报那么多 有那么多你就报少一点 就是那么多 他说如果你不上学的学生 你就说他留鼻涕打 打吓痴 你怎么说都行 就是不可以说他是发烧 因为今次在医院 儿童医院的兽子 个个都是发高笑的 这些真是死性不改 中共从上倒下又要 又要在那里讲大话 刚刚今天听到 也都听到习近平 是亲自落命令 就说一定要将整件事情淡化 还有引导舆论 就说他是留感就可以了 不可以在新聞和報道方面 說他有什麼疊家影響 或者是很多病毒混在一起 不需要說這些 就說我們流感就可以了 這就是習近平自己的命令 所以我覺得也是很大的問題 從上到下已經習慣了說謊 不說一天謊話是很難的 習近平當然是政治目的 他剛剛是APEC回來 說要開放中國 現在你這樣又搞一次 中國已經很慘了 已經沒有人來 包括沒有外資、沒有遊客 什麼人都不想來 你再加一個這樣 又來一次COVID-19 今次是COVID-2023 那怎麼辦呢 他有他的政治原因 但這個就是他們 那你說世衛叫中共拿數據來 那你說這些數據容不容得呢 有一個網友就說 這個我們就是聽回來 一個網友就可能不是代表全部 不過我也有參考的價值 就說如果真正是 所謂的肺炎資源體 就是我經常都會影響兇仔 這個這樣的資源體 如果真是這件事 這麼小事都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很多兇仔對這個 亞奇分數就已經有一個抗藥性在這裡了 就是你吃了下去沒有什麼藥 沒有什麼效的 那麼這個亞奇分數 就是以前有效 現在又80%都沒有效 那就糟了 如果你一個兇仔病了 你吃的藥是沒有效的 那些父母會擔心到什麼地步 又影響一個兇仔到什麼地步 那麼另外有些就說 他說距離上次火葬場不夠用 那些骨灰 就是全國的骨灰多到不用恨 連這些安葬的地方都不夠用的情況 距離那個情況 只不過10個月而已 又來過 是吧 就是當時死了多少人 沒有人知道天文數字 現在又來過 那麼另外一些就說 他說新冠病毒死了幾千萬 甚至上億人不知道多少 接著有洪水地震 有高額的房貸 又有低迷的經濟 又有即將來的更加多的經濟危機 現在又爆一次瘟疫 那怎麼辦 究竟中國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這些天災人禍 距離我們 是形影不離 始終不肯離開我們 這是個天運來的 我們在西方來說就一直在想 我們還沒有時間 好像發生了很多事情 領導階層 沒有這樣的機會 去問責 對2020年那次都沒有問責的機會 現在你又來第二次 有沒有搞錯 但實際上就是這樣 那麼這幾天也有很多新聞 是關於這個白紙運動的 剛剛現在是一周年紀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這個白紙運動就是這個封城期間 就是發生過 有人在一個被嚴封的屋裡被燒死的這件事 那麼跟著就白紙運動就開始了 這個白紙運動當然對中共來說是相當相當的敏感 本來已經有敏感 已經非常敏感 再加上現在疫情又起 那麼會不會白紙運動再發生呢 這個極有可能 極大的可能 就是看中共怎麼做 這個種子已經埋下去 是不會不發牙的 就是這樣 白紙運動會不會來呢 真的不知道 但是自從COVID-19之後 其實在中國的疫情似乎是沒斷過的 其實真的挺奇怪的 這次的疫情似乎是在中國大陸以外是沒有事的 剛才我跟朋友聊天 說到這件事 每個人都非常擔心 真的很擔心 特別有小孩子的真的很擔心 因為這次是小孩子 對很多人來說 被發生在自己身上 還要覺得很難接受 跟著他們都問到另外一個問題 他說為什麼全世界有這麼多貧窮的國家 非洲有很多 非常之不衛生的 吃的東西他們都很有問題的 有時吃的東西並不是那麼清潔 用的水都不是那麼清潔 為什麼這些國家都沒有發生 這些疫情 全球性的疫情沒有發生 為什麼什麼事都是中國那裏 那個來源始終就是中國那裏 SARS是 各類型的禽流感是 COVID-19是 為什麼會是這樣 這些問題我問得非常之好 大家的結論就是 那個所謂的實驗室製造各種病毒 這個猜測一定是真的 如果不是沒有可能 那就是自己害人害己 實驗室製造了這樣的病毒 傳給自己 接著傳給別人 如果說COVID-19 你懷疑它從實驗室洩漏出來的話 還有些可能 但是現在這一次 現在中國大陸轉了幾個月了 還要是直接針對小孩子來的 雖然大人也有 但是小孩子 起碼年輕人 是越來越多了是事實來的 怎麼會理解這件事呢老喬 即是聊天的人當中 有些也都是有信仰的 他們就覺得 是更加深層的原因 是因為因果報應 他說中共它戰天鬥地害人 迫害所有的政教 做的業實在太大了 那就是講回2020年那時候 那時候來講 打上的十幾二十年 中共用利益去迷惑 或者去欺騙這個世界 很多的政府 很多的大商人大企業 根深情願自己成為中共的一員 不惜是這樣 大家是去巴結他 去跟他勾結 助奏為虐 那朋友的結論就說 中共做了業 但是因為有這麼多人 你貼過去 所以其實很多國家都是有業的 所謂的共業 大家都有份 所以就有共聚 所以大家就要承受了 他說其實天不會無緣無故地說災禍 那就是基督教來講 都說得很清楚 在聖經里面六十幾次提到瘟疫 這些瘟疫都是神用來去懲罰人的一個工具 在中國傳統來說 也都說到如果帝王有缺失 有得行不夠的時候 有得行很差的時候 也都會是瘟疫 這個是上天對人的懲罰 也都是對人的警示 這些談話我覺得都是很有意思 因為不是說現在說一次就完了 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話 大家就要想得深一點 也有人對這個瘟疫 也有研究說到在公元前 430年前的雅典出現過鼠疫 兩千多年的古羅馬 是出現過四次的大瘟疫 主要是當時說 羅馬皇帝是壓迫基督徒 在十四世紀 歐洲也出現了黑死病 當時也都是因為教會出了很多問題 很多是不敬神的情況出現 在十七世紀 是在文藝復興的後期 也都出現了米蘭瘟疫 當時來講 整個意大利的紙序 是道德上非常墮落的 他們都用幾次來引證 上面的剛才我們所說的 就是你真是對神不敬 對人造業的時候 就天降瘟疫 這只是幾個朋友之間的對話 一家之言 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每人可能都有自己的解讀 其實我們中國人也有個說法 當你頭頭捧著黑黑的時候 那些人都會跟你說 是不是造音質事太多 你都沒有說 挺有道理的 但你只討論得最多的 就是為什麼這次是小孩子 上一次 瘟疫開始的時候 2020年全世界死的 都是先是老人家 這次來講 為什麼特別是小孩子 真的很難接受 不過我自己個人來講 我就想到一個理由 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天然是很難明白的 我們有時候只能夠猜測 用我們很有限的智慧去猜測 中國人一向都說 你做好事就會複養子孫 你做不好的事就會禍言下一代 所以你作為自己來講 你一定要做好事 你下一代才會有好的生活 有好的結果 是吧 中國人一向都是這麼說 那麼子孫其實是每一個人的延伸來的 我猜想那個天理就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做不好的事的話 你的禍就會延落去你的下一代 如果你做好事 也都有福音會留給下一代 那這個只是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只能夠這麼說 那我就覺得這次發生在小孩子身上 其實是對大人的一個很大的警示 那個警示除了說 你做不好的事會禍言下一代的話 還有一樣的就是 如果你不醒覺對中共仍然有幻想 仍然願意成為中共的一部分 去支持它的話 這個禍患可能不止一次兩次 它可能會再來 就等於古羅馬的時候 迫迫基督徒的時候 瘟疫總共來過四次 直到事情改變為止 看來這是露橋的肺虎之言 經常都說 小朋友是國家的未來 更加是你的家族的未來 如果大人不思考一下 自己如果不是以身作則 去做一個好人的話 其實真的可能會有問題 這些例子在歷史過程中 已經有非常之多了 大家也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我們會繼續跟進疫情的情況 會及時向大家更新 如果你在看我們的節目 還未訂閱的話 請你點擊右下角訂閱 順便點擊小鈴鐺 我們每次有新的節目都會通知你 這裡是月光源由你 拜拜 哇 記住 嗨 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